今天要帶大家只花3000日元就冬季一日游 出發 我們首先從新宿出發帶大家去吃好餐吧 早餐我們來吃全冰味的御飯糰 明太子很鹹可是又很香喔 超級下飯 我們現在要去玩之內的新宿站 首先我們來買地鐵一日券 買好囉 前往第一站明治成功 那後面就是可以參拜的地方喔 那明治成功轉國外旁邊就是黛黛木公園囉 旺勒爾在公園做著休息也是蠻舒服的喔 今天的中餐要吃Nikubaru Salt 上菜囉你看這個超級滿滿的肉的丼飯 竟然只要990塊日幣喔 開動囉 咬起來有點嚼勁 可是又很嫩 然後被我的那個牛肉味 吃起來非常的爽快 那我們吃飽了 要帶大家從中木黑一路散步到惠比秀 這邊還蠻多文青喜歡在這邊漫步一下 那我們現在身旁這木黑一船 裡面就有很多就是文青的咖啡店 跟文青的餐廳 我們在去惠比秀的路上 會經過有名的代官山 那現在在這邊呢就是鳥屋書店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惠比秀囉 我們現在在Abyss的Garden Place 這邊就是我們的私房景點 Sky Lounge 東京多景色盡收眼底 我們請這次行程的規劃者 Bob來說兩句 3000塊看是預算有點低 但其實我們就是該玩的 該吃到的 就是該去的經典都有COPPED到喔 到銀座站啦 大家去旁邊有一家很有名的麵包店 牧生加白紅豆麵包 它這個摸起來有一點油油的 有塗油 然後哇 肉餡 超飽滿 紮實然後甜甜的 可是不會很膩 銀座真的是一個很適合散步的好地方呢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安排這個 3000元的行程 就可以拿來購物囉 我們再走去東京車站的路上 經過一家無印良品的旗艦店 這邊商品種類非常齊全之外 它還有超市 今天的3000元行程 我們有免費的什麼 東京水 喝水 0元啦 哇我感覺我賺了好多錢喔 東京就是有這麼多完全不需要入場費 就可以看到的美麗夜景 我們從東京車站來到哪裡了 現在又回到新宿囉 出來吃我們的超便宜晚餐 火力多買半冰味 10塊70塊90塊 都蠻便宜的耶 精打細算點完之後 這些東西只要1000塊喔 是高麗菜吃到飽 然後我們點了三個串燒 然後還有這一盤 燒雞燒吧 那我們剛剛吃飽了 現在帶大家去都廳看夜景 我們細心速出來 這邊就是都廳的展望室囉 都廳這邊的夜景當然也是免費的啦 那我們今天的3000元東京一日遊 在這邊結束囉 我是維恩 我是包 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